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从心类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刀是草 他的美荣刀像草上的花 花必枯干 花必雕姐 唯有住的道是永存的 有福的圣经令到我们认识伟大的救恩计划 向我们说明了每一个人如何获得永生 谁是圣经的作者呢? 耶稣基督 他是那个真实见证者 他对于属他自己的人说 我有次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奪去 有福音十章二十八节 圣经向我们说明了通向基督的道路 并且在基督里面显明了永生 耶稣对于那些在众人里面涌析他的犹太人说过 你们应当查考圣经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 犹太人有旧约圣经 但他们和他与人的意见是很参集 令到他的真理神秘化了 上帝对于人的旨意被掩盖起来 如今民众里面的宗教教师们 都正是步入他们的后层 犹太人虽然有为基督作见证的圣经 但却是没有在圣经里面看出了基督 而在我们虽然有新旧约圣经 人却是曲解了圣经 以规避圣经的真理 他们在对圣经的解释里面 就好像法理财人一样 教导人的格言和传统 而非上帝的戒名 在基督的日子 宗教领袖们长期将人的想法 摆在人的面前 以至基督的教训 在各方面都与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相反 他在三边的正道 实际上是同过一些自以为义的文士 和法理财人所说的教条所抵触 他们误传了上帝 令他们视为一个严厉的法官 是一个不会同情 怜悯关爱人类的神 他们向人提出了没原没了的格言和传统 将这些当作是来自上帝的 其实他们并没有 好像耶和华语此说作他们的权威 他们虽然自称认识和敬拜又真又活的上帝 却是完全误传了他 而上帝的儿子所表现的上帝品教 对世人来说竟然成为了独创的东西 新的礼物 基督作出了全部的努力 以便素除撒旦的误传 恢复人类对上帝的爱的信任 基督教育原理 原文第308-309页